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做Mog1的解說 在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有什麼聽不明白 記得在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開始吧 第一題 下面哪一條Equation是Identity 第一條Equation是Inequalities 因為所有Inequalities都不是Identities 所以第一條Equation不是 第二條Equation x²加2xy加y²等於x加y² 要知道一條Equation是否Identities 方法就是左右包開它 左邊等於x²加2xy加y² 而右邊等於x加y²等於x2加2xy加y² 就跟左邊一樣 所以第二條Equation是Inequalities 而第三條Equation x²等於0 因為左邊和右邊不同 所以第三條Equation不是Inequalities 所以答案是A 第二題 如果x²-3x-p是Identical x±2x2x² 加rx2-2rx-qx-2q-s 然后我们就compare like term x3是没有什么好compare的 我们compare x2这个 term 左边是等于0 右边是等于负2加r 所以r是等于2 然后我们compare x的 term 左边是等于负3 右边是等于负2r-q 因为r就等于2 所以solve了它 负3等于负4-q q等于负1 最后我们compare constant term 左边是等于负p 右边是等于2q-s 然后把负1-p等于负2-s s等于p-2 所以答案是d 第三题 下面哪一项不是x的六次方-y的六次方的factor 要做这一题的方法就是把x的六次方-y的六次方爆开它 因为x的六次方 Not 那因为x的六次方便等于x³ z 而y的六次方就等於y3的square 所以x的六次方-y的六次方就等於x3加y3乘以x3-y3 就等於x加y乘以x2-xy加y2乘以x-y加y2 這裡可以看到x加y和x2-xy加y2 所以a和b不是一樣 因為x加y和x-y乘以x2-y2 所以d也不是答案 所以答案是c 第四題 如果3x加y加p等於0 2x加y-6等於0 和5x-2y加3等於0 我們就要找p 這題的做法首先就是找出2x加y-6等於0 和5x-2y加3等於0 這題的做法就是解決定 2x加y-6等於0 和5x-2y加3等於0 1乘以x2加2 1乘以2加2 9x-9等於0 9x-9等於0 x等於1 2x-4 1x-9 2x-9 2x-9 y-6等於0 y-4 x-9 所以x等於1,y等於4就會滿足這條環境 3乘以1,加4,加p等於0 p等於負7,所以答案就是a 第五題是一條在公開試上很常見的題目 做這類型的題目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環境變成y等於mx加c m是等於slope,c等於y intercept 我們先做藍色線 x加cy等於d,cy等於-x加d y等於-1 over c,加d over c 然後我們先做紅色線 ax加y等於b y等於-ax加b 然後我們可以在圖中看到 藍色線的slope是大於紅色線的slope 大於0 藍色線的y intercept是小於0 紅色線的y intercept是大於0 然後我們就要解決這幾條uniquities 因為-1 over c大於0 所以c一定要小於0 因為d over c小於0 b大於0 所以b大於d over c 因為c是負數 所以搬過去的時候bc是小於d 所以b是答案 第六題 還有這一題的方法 首先就是let p等於h k 然後我們設定兩條equation 3h加4k 加4等於0 k等於-3 over 4h h-1 然後因為ap的pb 所以開方h-1的square 加k-3的square 就等於開方h加5的square 加k-7的square 然後我們收回k也是-3 over 4h-1 h-1的square 加k-3 over 4h-1-3的square 等於h加5的square 加k-3 over 4h-1-7的square 然後我們解決這條equation 18h加72等於0 h等於-4 然後我們放回k-4 k等於-3 over 4h-4 乘以-4-1 k等於2 所以答案是c 第七題 下面哪一條 statement 關於y等於16-x-6的square 是正確的 在y等於16-x-6的square 在這條equation裡面 因為x-6前面是一個符號 所以這條equation open downward 所以b不是 用y-intercept的方法 就是x等於0 16-0-6的square 等於-20 這樣y-intercept 也是-20 所以c 不是 因為y-intercept 不等於0 所以d 也不是 這條 曲的極度是16 是大於0 而且曲的極度是 over-downward 所以這條 曲的極度是會切成 x-axis 所以答案是a 第八題 一條quadratic equation的 root 是2 over k 和1-2 over k 然後我們就要找回 原本的極度 就是0 我們把握一下 x-2 x-2 over k-4 over k-4 等於0 然後再一起成 k-square k-square x-square -k-square x-2 k-4 等於0 所以答案是b 接著第九題 a不等於b 和4a等於a-square 是4x等於x-square 加7 在這條題 a和b 是4x等於x-square 加7 的兩個√ 然後我們把4x搬到另一邊 x-square -4x 加7 等於0 我們可以知道 sum of root a加b 是等於-4 over1 等於4 product of root ab b等於7 over1 等於7 那 a-square -3ab 加b 2 就是等於 a加b 的square 減5ab 等於4的square 減5乘以7 就等於-19 所以答案是a 來到第十題了 y等於x-square-2x加3 沿著x續 reflect 然後再向左 translate 兩個unit 然後我們就要找新的功能 我們先寫一條功能 y等於x-2x加3 等於x-1 1的Square 减2 所以答案是 b 第四个题,我们要解决这两条比较 Log y base 4 等于 x 减3 8 log y base 16 的Square 等于 4 减 x Log y base 16 等于 log y base 4 除以 log 16 base 4 所以答案会变成 8 log y base 4 除以 log 16 base 4 等于 4 减 x Log 16 base 4 等于 2 所以答案会变成 2 log y base 4 的Square 等于 4 减 x 1加3 2 6 y base 4 的Square 加 6 y base 4 等于 1 然后我们解决这条比较 6 log y base 4 等于 0.5 6 log y base 4 等于 负 1 6 log y 等于 2 6 log y 等于 0.25 所以答案是 d 第十一题 fx 是一条quadratic equation 图里面有两条curve 其中一条curve equation 是 y 等于 fx 我们就要找第二条curve equation 我们可以看到 y 等于 fx x 减 4 因为四个choice 中 没有 y 等于 负 fx 减 4 所以答案是 c 第十六题 25600元存入银行三年 interest rate 是 2.4% 每个月算一次利息 我们就要找到的利息是多少 25600元乘以1加2.4% 每个月算一次利息需要除12 to the power of 3 乘以12 再减25600元 大家用计算机去计算 答案等于 1,909元 答案是 d 第十七题 a 是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b square over c 换言之 c 是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b square over a 当 b 增加25% 和 a 增加56.25% c 的 % 就等于 1加25% 的 square 除以 1加56.25% 再减 1 答案是 0 换言之 c 是 remain unchanged 答案是 a 第十八题 做这题的方法 首先就是 let x dollar over the cost of a mask 然后呢 x乘以1-r% 再乘以1-20% 等于 x乘以1-50% 解决了这条比较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r 等于 37.5% 所以答案是 a 第十九题的做法 就是 let x dollar per kg be the cost of her b 然后 6乘以1加5 x 除以6 就等于 21 所以 x 等于 24 答案是 b 好 好 这一题的做法 就是首先把 m square 改成 cm square 先 2700m square 就等于 2700m square 就等于 2700m square 乘以100m square c m square 又再把这个 area 除3000m square 是等于 3 所以答案是 b 好 这一题 3y除以 x-y 就等于 2 over 3 所以 9y就等于 2x-2y 11y就等于 2x 所以 x-y 就等于 11-2 这样 x加y 比 x 就等于 11加2 比11 等于 13-11 所以答案是 d 所以答案是 d h peter 就是等于 x 加5 然后两年之后 他们两个人的年龄加上是少于 20 所以x加2 加... x加5 加2 是小于20 所以 2x加9 就小于20 2x 就小于11 x就小于5.5 peter最大的年龄 就是 5加5 就等于10 所以 a是答案 这一题 -3x大于6 或者 x-1 乘以x加4 大于0 我们就要找 x的range of value -3x大于6的解析 就是x小于2 因为x-1 乘以x加4 这条线是open upward 所以 解析就是 x小于4 或者 x大于1 所以答案就是 x小于2 或者 x大于1 答案是c 接着这一题 x2-x加k x加4 等于0 有real root 我们就要找k的range of value 因为 这条规定有real root 所以我们知道discriminate 是大于0 所以 k-1 的square -4 乘以1 乘以4 是大于0 那我们解析了这条规定 k-1 square 大于16 k-1 大于4 或者 k-1 小于4 所以 k大于5 或者 k小于3 所以答案是b 接着这一题 下面哪一条 statement 一定是对的呢 那我们先看第一条 statement p的y coordinate 小于2 因为p的x coordinate 等于0 所以p的y coordinate 就是a to the power of 0 加b 因为 y对b to the power of x 是向下的 所以b 是小于1 因为a to the power of 0 是等于1 所以y 是小于1 加1 所以y 是小于2 所以 第一条 statement 是对的 第二条 statement 如果y对b 可以画到两幅图里面的话 y对b 正是会和y等于b to the power of x intersect 要知道两条线 会不会 intersect 方法就是 解决了两条 equation 那我们解决了y 就是a to the power of x y等于a to the power of x 加b 和y等于b a to the power of x 加b等于b a to the power of x 就等于0 那 x呢 就等于 lock 0 base a 所以 是no solution 所以y等于a to the power of x 加b 是不会和y等于b intersect的 那我们再看y等于b to the power of x 那也是同样方法 解决了它 y等于b to the power of x y等于b b to the power of x 等于b 所以x是等于1 所以y等于b to the power of x 会和y等于b intersect的 所以第二条 statement是对的 去到第三条 statement y等于a to the power of x 加b 和y等于b to the power of x 会在第二条 statement 会在第二条 statement intersect 要做这一题 首先我们要把这条 statement 画出来 那 y等于a to the power of x 加b 那它的y的intersect 是等于1 加b 那 而y等于b to the power of x 它的y的intersect 是等于1 的 换完之 两条 statement 会在第二条 statement intersect 所以第三条 statement 是对的 接着这一题 四条 statement 哪条 statement 是对的 首先我们要用2 point form 去找回两条 的整体 lock y base 9 减0 除以 lock x base 27 减5 6 等于 -5 over 2 减0 除以 0 减5 over 6 以后我们再把所有lock 变成 base 3 lock y base 3 除以 lock 9 3 除以 lock x 3 除以 lock 27 3 -5 -5 -6 等于 3 lock y -3 除以 除以 lock x -3 除以 3 -5 over 6 等于 3 整个去隔离 lock y-3 除以 2 等于 lock x -5 over 2 lock y-3 等于 2 lock x -3 -5 x y 等于 3 2 lock x -3 -5 等于 x 2 除以 3 -5 等于 x2 除以 243 所以 x2 就等于 243 y 答案是 A 接着 这一题 下面哪一条 statement 是对的 那我们先看第一条 statement AB 小过1 要做这一题 首先我们要把 y-lock x Base A Base A 画出来 然后 y-lock X B Reflect X A 就是 这样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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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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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 x base a 大於負Log x base b 換言之,Log x除以Log a 大於負Log x除以Log b 因為Log x屬於Log x大於0,然而零地大於1 所以Log a是最小小於Log b Now,Dog x binary Log b加Log a加0, moinsab於0 所以AB是小於1 所以第一條表達是對的 接著我們看第二條表達 Lock B Phase A等於Lock B除以Lock A 我們可以在Curve看到A是大於1 而B是大於0 不過是小於1 所以Lock A是大於0 Lock B是小於0 所以Lock B除以Lock A是小於0 所以第二條表達是錯的 第三條表達 Lock AC除以BC大於0 我們就找Lock AC除以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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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k AC除以BC大於1 所以第三條表達是對的 所以答案是C 接著第一題 X加1乘以3X-4 以及X加1乘以AX加B Lock AC除以AX加B Lock AC除以6X3-5X2-7X加4 Lock AC除以6X3-5X2-7X加4 Lock AC除以6X3-5X2-7X加4 Lock AC除以6XS加4 Lock AC除以6X4-7XX2-7X加4 Lock AC除以6X2-7XX juga最好 Tack Ax加 B 等於2x-1 A等於2 B等於-1 所以答案是D 接著這題 A除以2加a over B 乘以2 over A 櫃 1 over 2 B 櫃 這題的首先寫出一條整體 A over 2加a over B 乘以2 over A 櫃 -1 over 2B square 就等于AB除以2B加A 乘以4B square-A square 除以2A square-B square 就等于1 over 2B加A 乘以2B加A 乘以2B-A 除以2AB 就等于2B-A除以2AB 就等于1 over A-1 over 2B 所以答案是C 接着第一题 x-1除以6x square-13x加5 x-1除以6x square-7x-5 加2 over 9x square-25 那我们先写一条式 x-1除以6x square-13x加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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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再減2over9x²-25 就等於x-1除以3x-5除以2x-1 再減x加1除以3x加5除以2x-1 再減2除以3x加5除以3x-5 那就等於x-1乘以3x加5 再減x加1乘以3x-5 再減2乘以2x-1除以3x-5 再減2乘以3x加5 再減2x-1 答案就等於2除以3x-5 再減3x加5 再減2x-1 所以答案是b 接著是John、Maggie和另外8個小朋友排成5行 每行2人 Maggie就一定要在John的前面或後面 這樣有多少種排列方式呢? 因為John和Maggie可以在5行中選擇其中一行 因為Maggie可以在John的前面或後面 還有其他8個小朋友可以隨便排列 所以計算的方法是 5乘以2乘以8x-1 等於645120 所以答案是d 一個Committee裡面有10個學生和8個老師 這樣如果在Committee裡面選5個學生和4個老師出來 這樣有多少不同的隊伍呢? 因為在10個學生裡面選5個學生出來 所以是10c5 接著8個老師選4個老師出來 所以是乘8c4 那答案呢就會是17640 所以答案是c 接著一題 Fullo有多少個Combination? 因為Fullo裡面三條和那一坨的數字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在13個數字裡面選2個數字出來 所以是13c2 那在那三條裡面 我們要在4個圖案裡面選3個出來 所以我們乘4c3 接著在那一坨裡面 我們要在4個圖案裡面選2個圖案出來 所以我們乘4c2 那所以答案呢 是3744 答案是c 接著這一題 Peter領了兩顆色 兩顆色的數字加起來是7的機會率是多少 因為兩顆色加起來是7的話 會有6種Combination 分別是 第一顆色是1 第二顆色是6 還有 第一顆色是2 第二顆色是5 還有 第一顆色是3 第二顆色是4 還有 第一顆色是4 第二顆色是3 還有 第一顆色是5 第二顆色是2 還有 第一顆色是6 第二顆色是1 所以會有6種Combination 因為兩顆色的話會有36個Combination 所以計算的方法呢 就是6 除以36 所以答案是1 over 6 所以答案是b 在一個射擊遊戲裡面 Mary射中目標的機會率是2 over 5 Sally射中目標的機會率是1 over 4 如果他們每個人只射一次的話 其中一個人射中目標的機會率是多少呢 如果只是其中一個人射中目標的話 這樣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是Mary射中Sally射不中 第二個可能性是Sally射中Mary射中 所以計算的方法就是Mary射中的機會率是2 over 5 再乘以Sally射中的機會率是1減1 over 4 再加Sally射中的機會率是1 over 4 再乘以Mary射中的機會率是1減2 over 5 所以答案是9 over 20 所以答案是b 在52張配牌裡面抽5張牌 抽中Full Low的機會率是多少呢 因為我們之前知道 Full Low的Combination 是有3744 那麼多的Combination 而在52張配牌裡面抽5張牌出來的話 會有52C5那麼多的Combination 所以答案是6 over 4165 所以答案是b Full Low Full Low Full Low